因为王岐山在美国 尝尼的资产和世界尝尼 千万要相信这个说的话 绝对习近平 习太阳不知道 就在这个方面 习跟他比都是一农民和市场的差距 他不懂得玩法 就王岐山1989年 人家姚依林告诉家里面说 现在中国是咱是说了算了 这是咱的中国了 就决定 就是5月20号 姚依林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6月20 6月1号的时候 已经在大喇叭告诉你了 你们要清场 6月3号到6月4号早上 一点钟广场灯灭 到4点钟大家离开 到杀人 在6月3号就是中央电视台出来 那个所谓的已经定位暴乱了 李鹏去 后来去谈的时候 李鹏在发抖那个集团 咱什么都可以谈 只谈一句 什么都不可以谈 只能谈一件事 你怎么离场 记得吧 就这个过程你们都不记得 就是我李鹏站出来 他说沙发抖的 就这样 看着对面那些学生 什么沃尔开西 什么王丹 就你们说傻串 啥都可以谈 啥都不可以谈 只能谈一件事 你怎么滚开这个天安门广场 然后赵紫阳在这之前 跑到那个天安门广场 就转了一圈 姚依林回去 都告诉假日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根据人家 刀抖地掌握的整个情况 人家姚依林就告诉了西方 我们要动手 谁先知道的知道吗 5月20号到6月1号 人家都知道了 你觉得这世界上有多 中国人有多可怜呢 就可怜到你完全不可以 再可怜的了 这个东西都值得北京 咱战友也是 其中一个股东 被骗走了一千万投资 结果北京高速路工程 分红不给分 他还起诉了 这是咱战友 结果我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人家说你得给我一个杠杆 我帮你把这钱给他封了 这个你知道香港的 整个威夷 在香港控制多少钱 你知道吗兄弟兄弟们 你们再查查啊 咱这故事刚刚开始 就是这是第二个海航 海航跟这个比 真的是毛都不算了 在香港你数得着 好多大楼背后就是威夷的 就是暗示的 你知道我真的是在 凤凰城跟储了店一样 他为什么老天爷 这个时候给我们这文件 他来自文药 来自战友呢 最重要这个秘密 谁知道呢 没人知道 最重要的是 王岐山的资产 有没有动 连毛都没动 就是王岐山的羽翼 完全没碰到 这是飞飞 我给你的答案 为什么今天提 他不是司马懿啊 这个可比司马懿牛大发了 他的死活时间 你根本跟这件事 没毛的关系 就我今天告诉你说 王岐山 他只是一个代表 是中国的昭泽地 和外国的昭泽地的勾结 这个勾结 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就是他在那个年代 你看看王岐山 是什么时候去了北京 是吧 2003年 2004年 20526年 你看这里边人物 最夸张的 那个中心投资叫曲东 那是我的公司好不好 你看他打官司 那是我的公司 北京盘股最早的注册人是谁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横击啊 北京盘股 当时就是北国投刘建华 刘建华当年牛叉到什么程度 北京市长 你请不动 你可以请动 你请不动刘建华 也直通中央啊 北京信托玩几万亿 那是你看着的账 现在不在账上的一个金融担保票据 打几万亿 没有人知道 你说这个雷有多大 葫芬